全油管最快新闻,今天,中国农业银行和工商银行宣布调整了存款利率,迎来了2023年的第三轮降息潮。 农业银行下调了多期存款利率,其中一年期利率降至1.45%,而工商银行也对三个月、半年和一年期的利率进行下调,一年期利率同样降至1.45%。 这次调整将降低银行的存款成本率,缓解了银行的收入压力。 受此影响,其他国有大型和主要股份制银行也将跟进调整存款挂牌利率。 对于居民来说,在存款利率下降的背景下,需要根据自己的投资目标和风险承受能力做出更明智的理财决策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新闻